凡事都有因果 毛泽东引导文革的方式是两手 批评中央文革和军队之左 批评中央文革闹出了二元一流 军队之左则引出了720事件 二元一流把中央文革送上权力的巅峰 720事件则是中央文革完蛋的开始 1967年1月23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联名签发制作文件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 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组织 如果他们动武 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所谓军队之左 名义上是用军队的力量支援左派 支援有两层含义 增加左派力量 同时降低他们的狂热性 文革初期的主力军 是由狂热的笔杆子挑动狂热的年轻人搞的 不论如何美化 一通狂热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笔杆子文字犀利 注定缺少实干本领 热血青年能充敢干 但过于幼稚 军人的风格是坚定 且高效 用军人弥补工人学生和理论家的不足 看似是一步好奇 最后却落入死角 正如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 红卫兵的成分原本就很复杂 运动是由老红卫兵搞起来的 但他们有着天然的缺陷 就是高干子弟的身份 在运动过程中 老红卫兵那已存在的优势 长辈均受到冲击 军委八条中的最后一条 相当于把老红卫兵送入历史 红卫兵中的极左派 一直没有成其后 最终红卫兵只剩下两派 造反派和保守派 前面说过 造反派是那种意志比较坚定 但是比较果敢 行动比较坚决的人 敢于把理想当面包 为了理想把理想变成面包 敢于上天摘星星的那种代表人物 就是五大领袖 保守派没有那么坚定 比较重视现实世界的面包 能吃到嘴的面包 依赖于基层权力机构 两派亮出的旗号 都是坚决捍卫伟大领袖 捍卫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 大家旗帜是一样的 口号是一样的 行为方式都很像 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下面要批斗一个人 造反派从道德角度出发 要批 保守派从现实角度出发 要保 即使军队摄入又怎样 一群军人来到社会上 面对同样的旗号 同样的口号 不同的目的 两派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帮助谁呢 谁是左派 那只有自己判断了 判断之后 则是左派遭殃 原因有几点 第一 关系问题 军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 来到社会中 也难逃社会关系网的影响 行政系统内部的干部 多半都是军人出身 革命时代缺人手 都扛过枪上过战场 是战友 现在造反派去批斗行政系统官员 军人从感情上就难以接受 因为他们曾经是战友 还可能是搭档 比方说 严红彦自杀时 昆明军区司令秦机委 就很愤怒 因为他们是搭档 第二 原则问题 造反派造反时 那是无所顾忌 到处横冲直撞 从国防部到地方军区大院 都对他们烦得不行 军人最讲究原则 原则之一 就是以牙还牙 你赶山老子巴掌 老子就要拿拳头砸你 即使 军人比较听话 既往不救 军委八条之后 仍然有造反派去冲击军人的地盘 军人就无需再忍 第三条 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条 就是造反派的数量 真正铁了心 不计成本 投身造反事业的革命小将 其实很少 能在国防科委门前 竟做二十八天的 也就寒碍经一个 带人到地质部横冲直撞的 也就一个王大斌 清华大学那么多造反派 也就快大富 最有种 后面的 都是等而下之 造反派 打掉一个就少一个 并无后续兵员 因为 学校停止招生了 正因为以上这几条 军人制作之后 不但没有减少分乱 反而添乱 军队制作之前 分乱 多半是打砸抢 闹得太过火 军队制作之后 加剧了红卫兵内部的分裂 分裂的结果是 造反派力量减弱 因为 保守派不会去调寻军人 也没有勇气跟军人对着干 只有真正的造反派 才会和军人对着干 这样就闹出了 武斗事件 1967年2月23号 毛泽东还在批判教育 老战友时 青海就闹出了 恶劣的223事件 军人向818 造反派开火 死伤几百人 过程是这样的 大饥荒之后 原青海省委书记高峰 因为左倾蛮干 下岗了 王昭是后来调去的 任青海省委书记 王昭在青海干得很不错 有些老百姓称之为王青天 但王昭 原来是公安部部长 罗瑞卿的副手 去青海前 彭真亲自谈了话的 文革中 彭真、罗瑞卿都打倒了 造反派认为 王昭使罗瑞卿和彭真的死党 应打倒 这事儿本来跟军人没有关系 但军人要制作之后 青海省军区内部 对是否打倒王昭 分歧甚大 省军区司令员刘贤全 在党内积极揭发 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 认为应该打倒王昭 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 与刘贤全素来不和 赵永夫认为 王昭有错误 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 是批判的问题 不是打倒的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对决 刘贤全vs赵永夫 上海一月风暴吹向全国 悉宁的818也开始夺 青海日报的权 刘贤全表态支持 造反派更神气了 但是在省军区内部 赵永夫的追随者占多数 赵永夫对造反派不爽 加上和刘贤全不和 决定动手 他利用知作文件 含糊不清的空间 仿效818组织一个与之对立的组织 号称指挥部 指挥部宣称 省军区之前支持818的决定 是无效的 并且把刘贤全给软禁在家 赵永夫掌控了整个青海武装力量 同时以顾问的名义 对指挥部进行实际领导 818不买赵永夫的账 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 约 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 革命战士 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 而应该调转枪口 对准他 并拉出巨幅标语 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 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 赵永夫的人马 以比指导队之约 818队伍不纯洁 818队伍是造反派 基本上都是学生和工人 造反可以 政治头脑和手段基本上没有 采取的应对措施是 自己整风 把818战斗队的几个成员 定为反革命分子 交给公安局 要求严惩 赵永夫控制下的部队 立刻采取行动 把818交出来的几个人 戴上818的袖章 和写着818的高帽 游街市众 向818示威 这使双方对立局面 更加激化 他们认为 军队内部存在小贺龙 小罗瑞青 一定要揪出来 矛头指向赵永夫 当时青海省委已经瘫痪 只有818控制的 青海日报还在出版 继续攻击赵永夫 赵永夫很生气 决定对青海日报社 实行军管 2月14号 大闹怀仁堂之前 军管小组到报社 遭到抵制 818成员 组织划分地段 首位报社 报社原本只有200人 增援到2000名工人 首位报社 一个小小的报社 当然容不下这么多人 11月份的西宁 已经相当冷了 但是大家 相当有革命精神 很多人 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 坚守岗位 面对这种情况 赵永夫也没有蛮干 调动军队 封锁通向报社的 主要道路和大桥 军队许可人员出入 不许运送物资进去 赵永夫 是想让818知难而退 毕竟人都不是铁打的 不可能在饥寒交迫下 坚持多久的 但是赵永夫还是算错了一招 就是中国人的坚韧 像当年 赵永夫自己也是在革命道路上 爬出来的 应该理解 中国人被理想和信念武装之后的强悍 818寸步不让 工人和学生家属 蹚过刺骨的河水 给首报社的人送去棉衣 由于煤炭送不过去 首位在报社的人 只能喝带着冰渣的河水 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冲击 强悍程度 堪比当年 在斯大林格勒中 巷战的市民 这事闹出来之后 肯定是包不住的 青海军区的上级 兰州军区领导 给赵永夫指示 让部队撤 赵永夫当然知道 撤退意味着什么 撤退之后 那就意味着 无休止的批斗会 甚至还可能 反党反革命 可能是生不如死 赵永夫一边继续封锁报社 一边派人到兰州军区抗议 要求收回命令 八一八的人知道了 兰州军区的命令后 更加坚定了 保卫报社的决心 又经过一系列折腾 赵永夫决定走绝路 即武力占领报社 2月23号之前 青海军区给中央 发了好几封电报 均无回应 因为当时正在大闹 中南海怀仁堂 陈毅 叶剑英 徐向前等人 正在跟中央文革斗法 毛泽东正在反击他们 林彪不表态 周恩来看毛泽东脸色行事 赵永夫对兰州军区的命令 又不服 所以悲剧诞生了 3月23号 西宁军区域实施全程戒严 通告要求 取缔818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赵永夫动员部队 部队开进时 818动刀 我们也动刀 818动枪 我们也动枪 若遇阻拦 就强行开进 乘车的部队 如遇阻拦 可以压死人 悲剧发生在下午两点 枪声响起 部队从报射前面 以及后面临合的桥头 同时向报射院内密集设计 守卫报射前的三个人 首先倒下 其中一位当场身亡 报射西北角是黄水河大桥 守在桥头的是汽车厂工人 他们手挽着手 高声莽读毛泽东语录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 第二排的同志 微然不动 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余路 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 第三排仍然坚持 结果又壮烈牺牲 结果 平民死169人 伤178人 军人死4人 伤46人 四个军人 食物伤 怎么说呢 首先 这是一场屠杀 全副武装的军人 从四周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 不管什么理由 都是屠杀 文革中 首次出现的屠杀 更让人悲痛的是 中国军队屠杀了中国平民 文化大革命中 造反派 干过很多不可容忍之事 搞了很多破坏 但是这些 并不是他们应该站在那里 被屠杀的理由 其实 不难理解赵永夫的决定 就是想自保 刘贤全支持造反派 而他本人在反对造反派的情况下 如果退让 那就意味着 落入造反派手中 不死 也得脱几层皮 所以 他才软禁上司刘贤全 软顶上级兰州军区的命令 找中央政策漏洞 不管什么理由 赵永夫必须负责 必须付出代价 在任何时代 任何国家 都不允许军人屠杀人民 哪怕人民正在闹事 可以官 可以处理 可以追究责任 但不可以屠杀 这是底线 赵永夫越过了底线 希望险中求胜 赵永夫 赵屠夫 然而诡异的是 赵永夫没有立刻付出代价 还当了一个月的英雄 2月23号当天 赵永夫打电话给叶剑英 按照他自己的调子 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占据报社的人开枪挑衅 军队根据军委八条的精神反击 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 云云 不明真相的叶剑英回应 你们打得对 打得好 当时 叶剑英是中央副主席 兼军委秘书长 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有了叶剑英的支持 相当于有了中央军委撑腰 赵永夫非常高兴 决定再接再厉 在青海继续评判 仅逮捕 拘留 看管和软禁的 几达10157人 其中 逮捕4131人 拘留2522人 看管和软禁3504人 监狱严重超载 青海本来就没几个城市 没多少人 赵永夫这么搞 相当于把造反派一网打尽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 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 也就结束了 好事 3月8号 叶剑英特地把赵永夫等人 接到北京 让他们谈谈 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 当然 赵永夫成了英雄 开会时免不了吹嘘一番 他的冒险计划 似乎成功了 赵永夫吹牛吹了三天 3月11号的时候 北京风云突变 虽然有叶剑英的支持 但是叶剑英并不是最后决策者 因为在叶剑英之上还有毛泽东 毛泽东的意志 不是叶剑英能对抗的 刚开始 毛泽东并没打算处理赵永夫 因为他刚刚签发军委八条 刚刚同意军队之作 并不想把火烧到军队身上 然而赵永夫 在青海一番蛮杆抓人 相当于把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 弄熄火了 好啊 赵永夫 你太过分了 毛泽东动气 后果很严重 3月11号 张春桥要求重新检查那事 毛泽东轻轻写下一行批示 如果是学生先开枪 问题不大 如果不是这样 那就值得研究了 3月20号 林彪表态月 带枪的流灯路线 比不带枪的流灯路线 更危险 毛泽东赞同林彪的讲话 具体过程由周恩来处理 赵永夫的冒险行动 已彻底失败而告终 他曾经担心的劫难 还是降临了 一点都没少 借着赵永夫的问题 顺便烧一烧 叶剑英元帅 二月逆流中 陈毅等人已经请家检讨了 叶剑英和徐向前还在工作 现在他们都支持赵永夫 好了 可以跟随陈毅的步伐 请家检讨了 不少人认为 赵永夫之所以倒霉 主要因为 毛泽东意识到 二月逆流中的老干部 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障碍 想要借这事 修理徐向前和叶剑英 这里澄清一下 有这个原因 但只是细节末梢 当时 毛泽东要挪动 徐向前和叶剑英 那是举手之劳 没必要 拔火引向军队 赵永夫倒霉的真正原因 不是三月二十三号那场屠杀 而是屠杀之后 在青海到处抓人 当赵永夫 把青海造反派 全部投入监狱时 意味着在彻底反对 文化大革命 意味着走向 毛泽东的对立面 他在毛泽东面前算傻 连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资格 都没有 躺比当车 不堪一击 如果仅仅是那场屠杀 事情也许真的就过去了 赵永夫不知道其中的厉害吗 也许知道 也许不知道 赵永夫在那场屠杀之后 相当于和造反派为敌 如果不把造反派全部镇压 造反派会不停造他的反 直到他彻底完蛋 他想要冒险取胜 就必须继续镇压造反派 继续镇压造反派 就要走到毛泽东队里面 那是一个死循环 赵永夫想侥幸过关 侥幸没有得逞 却落下屠夫恶名 世间是因果相连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无数像赵永夫那样的军官 在文革中都面临着同样的死去 他们共同的死去 构成了整个文革的死去 处理赵永夫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相当于把文革之火 再一次烧到军队 再一次在军队中 打开一个文革缺口 这点 毛泽东非常清楚 当中央文革要杀赵永夫时 毛泽东把赵永夫给保下来 因为类似的事件并非一个 杀了一个赵永夫 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军队可能会乱 四个月之后 那个缺口 最终在武汉 导致了更为严重的720事件 军委十条 军委八条 是为了防止造反派 对军队过度冲击 毕竟嘛 军队是国家的注视 没了军队 也就没了整个国家机器 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起文化大革命 也就是出于对军队的控制 要不然 怎么能轮到红卫兵们无法无天 然而 之前军委八条之中的第五条 给军人留下一点点缝隙 第五条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 要分别对待 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 要追究 如果是左派冲击了 可以不予追究 今后 则一律不许冲击 这一条的原则是 防止造反派再次冲击军事机构 之前的规定是 军人面对造反派 要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军人处境确实不好 毛泽东的铁杆嫡系许世勇 都被造反派 从南京追到北京 别人更不用说了 现在 相当于把军人脑袋上的紧箍轴 给松一松 说现在被打 可以还手了 不仅可以还手 还有军队拉进来之左 军人强大的执行力 闹出了青海事件 通过青海事件 毛泽东看到 军委八条和军人之左 给造反派带来的伤害 因为 双方力量完全不对等 造反派冲击军队一百次 军队还是军队 军队反击一次 就可以把造反派连根拔起 不行 要想办法 为了防止军队把造反派连根拔起 四月六号时 中央军委签发一个十条 一 对群众组织 无论是革命的 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 或者情况不清楚的 都不准开枪 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 不准随意捕人 更不准大批捕人 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 要逮捕 但必须证据确凿 经过批准手续 三 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 宣布为反动组织 加以取缔 更不准把革命组织 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 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 对于确实查明 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 要做分化争取工作 孤立其最坏的头头 争取被蒙蔽的群众 必须公开宣布 其为反动组织 加以取缔的 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 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 无论 左 中 右 该不追究 直对 业以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 要追究 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 不能仅仅根据 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 来划分左中右 五 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 采取什么态度 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 进行阶级分析 采取重大行动前 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 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 群众写的检讨书 退还其本人 有些长期不觉悟 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 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 而要给以时间 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例如戴高帽 挂黑牌 游街 罚柜等等 七 在军队中 要深入进行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学习毛主席著作 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 广泛搜集揭露 反动路线和一小撮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各种具体材料 引发到连队进行教育 使广大指战员 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 进行彻底批判 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 对派到地方区域 或主持之所的干部 要详细交代政策 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 赵永夫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 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委的反革命分子 他玩弄阴谋手段 篡夺军权 对革命群众组织 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 或思想很幼的人 主持制作工作 九 在制作工作中 要学会做群众工作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有事同群众商量 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 而不应采取 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对业以违反的上述诸条件做法的 都要立即改正 积极进行善后处理 今后 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 要在我军所有机关 连队内部 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 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1967年4月6日 为啥 要搞出来这样一个十条 就是要把八条中 第五条那个小小的缺口 赌一赌 很简单嘛 防止再次出现赵永夫之类的事 每个省出一个赵永夫 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 然而 即便如此 悲剧依然要发生 因为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万能的规则 只要军队那个庞然大物 依然在文革的剧本中 伤害将不可避免 这事发生在武汉